我相信一定对我们的生意水平提高 又有支持又保障 对许多住在城市里的孩子而言 休闲时光意味着宅在家中玩手机 因为城市里危险的公路 年久失修的户外设施 公园绿地的滥用 都导致孩子们无法在外自由活动 蒂姆吉尔是无所畏惧 成长于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艺术的作者 他说 仅仅为孩子们建造一些漂亮的公共空间 比如操场之类还是远远不够的 儿童友好城市应该是一个 可以让孩子随时随地自由活动的城市 这样他们才能在成长过程中尽情享受自我 事实上 儿童友好城市的概念于1996年召开的 联合国第二届人类居住大会首次提出 旨在推动全球各地更好地把儿童福祉 融入社会发展和城市治理中 目前全球有57个国家 推行儿童友好城市倡议 三个月